变这个阵容,我感觉剑魔都摸不到人 我的评价是不如杰斯 主要是对线吧,我觉得这版本重心还是对线 你若对线都打不了更合,就别想打团了 你可能对线已经玩得很难受,你打团没装备更难打 对,这把剑魔感觉打团也没那么好砍,对线的话 也不是很好,也不是算好打剑技的那种上单 是,但这把两边阵容确定下来之后 能感受到两边各自想要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1DG方面,三核都是那种后期相当可靠的支柱 但是这样的话 是,看看WE怎么打破这个困局 来了,两边的第一场较量也是在西安取江的第二场BO3 看看拿下一身的WE能不能继续自己的势头 都来下面,是插了一个核道眼 但是没有插下路的那个草红眼 对,没插线草眼,如果插线草眼 在恐怕这个画面打开的时候两边已经扭打在一起了 那这样阿乐在上半步发现没有对方的人员 先进来勘察一下 要不要放个眼 准备放个眼,看一下时间 然后54秒的时候插下这个眼 看一下这把富翁啊 也都相对比较常规吧 然后老树的话也是现在在职业赛场上比较主流的先攻这一套 先攻 现在先攻红弹大树 一个树儿子可以炸80块钱也太爽了 一地基选择上半区开 下路已经准备好兑现耗你血了 打被下路压力这把会很大 是的 主要大树还是刷上去的 呃,这把可能上不去了 我觉得 可能是三级抓下 我感觉这把大树可能只能三级直接在下路挂着了 利福眼插歪了 没插进草 而且立刻被开草苗排掉了 都一样 插进去也会被排 对,也会被排 厚博前面扭掉了两个技能 老树自己开开下来 看三级有没有动作吧 不过老树这个 基本选出来没人帮的话都是名牌F6开了 嗯 现在老树的动向一地基应该是懂的 厚博查一个防甘克炎 怕你三级直接抓中 是 动物可以先推 那这把杰杰挺舒服的呀 杰杰是 红buff F6 再加上一个 蛤蟆直接速三级的一个打法 两面打也应该 杰杰就是怕你三级抓下呀 对 防一下 但感觉不好抓呀 主要是 治疗加进化 只要不是Mako被爆到的话都还好 但是来了呀 Mako这个位置边上有个大树 Mako插了个眼 大树也看到了 直接开草苗一排 也就意味着名牌了 但现在有个问题哦 大树有点离不开这里 直接进野区找杰杰 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两边错身而过 这一个儿子也看到蓝buff没打 现在应该是要互相猜 这个要猜杰杰位置的时候 但是这样的话 儿子应该也能看得到 大树感觉可以进去呀 是的 中路信德拉把线给推进去了 直接一炸 大树红buff的 下个儿子 杰杰只有半血 打位还真打得过 直接赶走 很野区很强势啊 就你挂着 而且中路香格斯也很配合的在疯狂推线 三平要全科完了叫猛推 大树很懂啊 直接开始绝食 我给你挂机 自己对线的英雄就比较舒服 这样是好的 对W来说 只要一直看到这个结结 下路就敢推线了 好烦啊 这个好舒服 开始绝食 是的 你强行一换一 横这思路确实七夕啊 而且三分三十秒了 下路河蟹一刷 可以自己先吃这个河蟹 而且这把有机率控一个双河蟹横这边 这开局的小设计不得不说 横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很大限度缓解了下路的压力吧 嗯 但现在又要做一个抉择了 要不要去吃上河蟹 吃上河蟹下路就要被杰杰搞 他已经去了 那还是得去啊 不然上半区一个都吃不了 那就下路抗火压吧 对 那没办法了 下路反正都到双三了 双三的话其实 现在目前看候补的选要来说是ok的 爽吃两个河蟹 然后再去刷上半区 那感觉这个开局 这个打野大树很赚 是的 可能这个前期的 也去设计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他太想保下了 他甚至上半区不刷 直接吃F6然后接着保下 对 但是就是他很懂自己该做什么 就这一点上我觉得很 作为小将来说很不容易 Q要好了 被抢掉了大的 十几滴血啊 这有点难受呀 那确实没什么办法 刚刚横的Q就差一秒钟 没来的这Q 但是现在目前这个节奏来说 两边都可以接受吧 啊 就一滴血下路其实也是纯二二的 而且上路BiuBiu这对线对的也挺好的呀 剑魔前期打剑机 确实就看前期能压多少剑机了 嗯 神分之后 剑魔就打不了了一位一 是的 下路女警 小压实刀 确实现在得发力了 因为知道老树这段时间不在下半步 啊 这边踩了个夹子被A枪爆头 老女警都会放这个位置夹子 因为塔会卡住那个视野 你很容易踩上去 那个模型的视野主导啊 这样的话后不得回家了 哎呦 哎呦 往底这小走位不错 把Mako两个技能全扭了 但是 毕竟女警拉克斯啊 先吃一层再说 这个组合对线还是有点强的 对 而且像这样的组合就属于是前期后期都强 可能就比较弱在中期 可能W就抓住这个中期那段时间去看能不能打一套 这边老龙特心眼刀反到了二段Q的锋刃 上来直接换一波雪 阿乐这波换雪换得很转 而且想贴墙的这个弱点还是被阿乐给Q到了 哇这波血量换下来有点杀 直接给Bubu 而且Bubu是TP出来直接给换崩了 这边的话Fofo牛杂一行上来 直接把香格斯的闪限给打了出来 对 而Fofo的大招捏得很死啊 这个是白转的一个闪限 刚刚这个应该是Fofo蓝不够 蓝够了感觉都要闪限跟闪推了 刚应该是不够蓝不够蓝大招 这样两边来到6分钟时间 闪现直接推 这个时候应该是柯饼干回上的蓝量 香格斯被推了回来 没有闪现的 直接被一拳给轰死 一血由杰杰拿下 而王帝这边也被留到一个Q技能 短Q的黏上 而BioBio来了 BioBio开启大面 闪现Q1 1Q2 直接斩掉FoFo 而Mako这边只有一丝血 旁边还有一个树儿子 追魂索命的树子 直接把Mako给击杀掉 BioBio的支援意识 哇 BioBio这波支援很灵性 本来只想吃个果子的 中路突然打起来了 意外惊喜啊 这波BioBio 但上路阿乐吃了两层肚层 感觉阿乐其实也不亏 其实中路一开始 Mako那个Q技能很准 本来都打转了 但是BioBio刚好在附近 是的 然后BioBio过来 直接闪现Q1加1Q2 对 这一套很流畅 第一波打散 过了一会儿才够100了 确实是缓了一下 然后这一会儿正面上来看香格斯还不走 就起了杀心了 MakoQ技能Q到了 BioBio直接闪现推迟 知道你没闪的 看一下后续 BioBio刚吃完果实 中路打起来了 还有这么好事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那这波交换下感觉 W小赚 对 主要剑魔这波来得很关键 不然跟他W很亏 就刚好吃完果实 而且那个果实就刚好长在靠下的位置 对 就如果那个果实是刷在 霞午前锋的上臂那块的话 搞不好还来不了 对 因祸得福了数一次 直接回家一双不假斜加双长剑出门 这样的话自己玩的也很舒服 不过现在这个上路对线线比较长 上一波交完闪现的剑魔 可能得小心点了 现在换血很有可能要被单吃 是的 这波是回推线 只要不推线的话 线是慢慢回来的 哥哥能放回来慢慢吃 但现在的资源哦 八分钟了 两边第一套龙跟先锋的争夺 Mako跟Ivandy也只想着办法往上去铺这个视野 打一套 否否现在大招也就绪了 感觉应该想和杰杰搞一波事情啊 这个感觉EDG这个钟也会更加主动一些 对 主要这段时间打起来可能沙皇除了把人推回来之外 他的伤害贡献不会很高 更别说他第一手应该是出了一个水银鞋 大树已经在打先锋了哦 EDG这波是想换小龙好像是 不要了 评估了一下上半区再立感觉够呛 那HOPE这边得小心点啊 因为上半区辅助在上的话 可能自己要招中了 对 只能吃这个时候人 然后大树打完先锋得第一时间逼了来下宝 不然这个线都吃不了 杰杰没有第一时间去打小龙 那这波小龙感觉DABE能防守啊 不用给 他想了想可能觉得与其控小龙 不如保着女警去多推两身肚层 很帮中路推线往下靠 帮下路解一下线 诶 这个地方有个埋伏 但大树不怕你动的呀 大树现在有腰带在手上 挺肉的 确实 还可以反手一个大招 诶 还是想动大树吗 Q 主要是这个地方有个眼带 很没有走到一个Q能命中的位置 不过EDG这波已经把下半区全部点亮了 现在女警推线会推得非常的舒服 下路很想动手啊 胃一直在下路等着 不过被HOPE一个W探出来了 那只能收兵了 那这波姐姐很亏啊 其实他在下路感觉 蹲了有一分来 一分钟两分钟吧 很久 上路一波雪皮 又有血量换的很赚 对 主要有了不假鞋之后 现在确实就没神分的剑技 拿他没什么办法 对 剑技跟青刚也是属于那种神分英雄 尤其是从出神分开始 是的 有神分质变 还得再折服一下 但下路方面压了二十多刀了 下路方面压了二十多刀了 大树这里有个视野一直被看到 下路现在就是慢慢的折 对现在压力确实有点大 得来人 被吃了三层肚层 现在肚层也贵啊 这样的话女警所累积的这个经济优势 但是在中期可能就会转化成一些装备上的 大树这里从抓下还挺好抓的 大树这里从抓下还挺好抓的 河道放大 MACO其实挺危险的 感觉要来了 大招 MACO得交闪了 这波力夫得帮忙 交进化 然后交闪往后走 但是MACO还是被捆到了 MACO这个闪没能交出来啊 叫HOPE拿到了MACO的人头 这种Gank好像防不了 真防不了 主要大树这个闪现W很远 对 力夫已经有意识地帮忙挡了 然后进化解完交闪 但MACO只要被闪现报道就跑不了了 对 那这一波下路的Gank 感觉W下路环节很多啊 而且这个先锋后排可以再吃 嗯 两层应该是有了 在A架 现在先锋一撞 只能撞一层半啊 那这样自己还是A掉第二层 那等于在线上 因为补刀叉的这个落后 现在这个人头加上杜层的收入 已经抹平了不少 对 那玩具回程被打断了 而且下面 呃 这个组合后面会越来越好打 嗯 就哲力露露 只要MACO的Q出手空掉了的话 左边感觉就可以直接哲力开大 直接冲了 对可以起脸 但与此同时 杰杰也是抓了一个timing差 直接回头把第一条炼金龙给空了下来 等到HOP的下一个大招就绪的时候 敢EDG这个下路组合 如果没有杰杰在后面蹲着的话 可能得稍微注意点自己的技能释放 是 最好别放技能 主要大树来下 一击下路 现在没技能感觉被捆到可能就要死 是 挺危险的现在 哎不过这个塔好像能推掉了 再来一波兵 这波兵要推掉了 如果推掉的话 换到别的路去 就不用怕这一套了 是的 赶紧推 对先强势EDG这把下路还打出来了 嗯 女警的发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把选出剑机一次不去 嗯 抓剑机打剑魔感觉就发育就行了 是的 发育会越优 因为现在他神分已经有了 我刚看了一眼 这段时间进入到了一个剑魔的坐牢期 是的 EDG还是太爱打下路了 哈哈 EDG一直把这种感觉也不怕脱 小龙一控 其实进攻压力还是在WE这里 是 对 不过现在WE的战力也不差 尤其是在大叔这边已经有了 这波想三包一哦 杰杰也在后面 再不走要走不掉了 嗯 还没有TP救啊 杰开大面 大面完了就闪现 保证能够推回来 Bubu这个闪也不交了 最后被阿乐击破弱点 将拿到人头的同时还可以再吃一层肚蛇 哇 佛佛好稳 直接预判你逃跑的位置了 感觉佛佛这个闪现 就你Bubu交闪也要被我推回来 太绝望了 这个Bubu 这确实玩不了有点 佛佛交这个闪现就是必杀 嗯 而且女警的双弯路来到了中线之后 还保证了就是这一波上面去的作战 中路不会亏东西 我WE现在这个阵容想打的话 应该还是得等一下HOPE的装备 现在后補神话装都还没做好 还得再等一等 再看一下这波 这波当这个蓝色方的视野里面出现了沙皇的时候 Bubu想走已经有点走不掉了 这种感觉得起先走 调移过来直接闪现推 嗯 这种感觉就是稍微马后跑一点 就是闪现躲这个进军之前 有没有那种机会可以走 但感觉也很难啊 对那个timing要卡得很好啊 啊 进化差一点 这波力不感觉有点危险 直接被辛勒拉克达给斩杀了 哇恒的这个侧向的大招啊 直接把位置给封死了 并且进化CD记得很精准啊 这进化就差个十秒 思路是真的相当清晰啊 这位小将 那现在建模怎么办 现在单带端真的很难受 是的 这一打一有点没法打了 其实选出来那一刹呢 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这边了 所以现在只能看Bubu自己的造化了 就别看W人头是领先的 这经济还落后一千多 感觉得来兄弟啊 没什么优势的W也 嗯 这一打一建模打建计真没说法 兄弟来帮建模感觉没必要 还不如在其他路打点优势出来 其实我感觉W可能要等到 比如说什么建模神分 这个星石做出来之后 想想一波抱团的机会 对等小龙刷有资源 或者先锋中打一波 嗯 抱团呢我觉得这段时间 其实W还是蛮强的 尤其等到大这个大树的大招好了之后 但是现在EDG每条线上给的线压都很足啊 开始做视野 EDG这个二先锋刷新好像想直接动 嗯 不过现在有上单TP差的哦 这波打起来的话 建模是可以不要线硬体 并且F6有个绕后TP眼的 这波真打起来 建模是可以放一个二塔过来打团的 嗯 所以现在EDG其实也是走在钢丝上哦 而另一边的话老树也可以不断利用树儿子去慢慢的把这个视野给探出去 你EDG其实可以选择不打 嗯 毕竟辅助没闪开 太危险了这波打起来 两边抢核道视野 但这个儿子是真烦 这儿子主要是你来做视野老树就赚钱 一个儿子直接炸你二十多块钱 好舒服 好像差不多想动了 视野排得差不多 直接动手 绝对不能再耗下去了 而且前面应该也是看到了爱王迪的回家 W这波感觉得接啊 但没有什么视野 阿乐是直接选择了步行支援 剑魔TP想打这波 想打 但是这个位置看起来先锋已经要被打掉了 那这样的话BioBioTP上来等于是白用功了这波 这波W存亏啊 踢过来 先锋就被打完了 BioBio直接走了 而且BioBio没有踢 接下来这段时间 剑魔会很难受啊 还是 这波剑魔还是得去找剑技带吧 如果让辛德拉跟他带的话 辛德拉会不舒服吧 辛德拉 但目前应该是只能先这样了 对 因为这波剑魔是踢上来了 现在回下线有点慢 快了 完了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BioBio能不能秀到啊 这个位置 1DG应该想先推塔 有闪有闪 应该不锁了吧 这个位置锁有点跟不上 有先锋 1DG可以不要小龙推2塔的 那 看一下杰杰放不放 小龙应该来不及了 对 这个先锋 中路1塔还在的话 杰杰可能会缓一缓 这个先锋如果给上路的话 这个中塔可能带我不好推 留着推中1塔也行 对 中5塔还是比这个2塔重要一些 这波要不要直接放啊 女警再回家 那应该是下一波再说 等下一波吧 而且我觉得等到打 再下一条轮的时候 把女警喊停了 因为看到下路一直被推 中路直接放先锋 动手了 确实是一个机会 只有一个HOP的话 可能守不住 得再来人 有没有人来帮忙HOP 守一下兵线 而且大树再过来哦 这个位置如果1DG再贪的话 可能只要放大了 大树直接开大留人 杰杰要被留住了 有进化 杰杰这个位置是用R顶了一下R 但是Leave这边这个位置 一丝血一摆不到的血量没死 而且杰杰也掏出了升天 W太贪了呀 想杀两个 结果都是残血跑了 这波感觉急火杰杰杰杰就有了呀 是的 枪子下来是直接把大刀甩给Leave 想杀两个 其实本来这一波1DG的这个调兵潜将是有点极限的 对有点拖大了其实 对这个位置主要是大树的开团距离太长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 结果现在直接亏了一座1塔出去 打B这两波打下来感觉好亏啊 找这个中塔掉的没杀掉人有点难顶 对然后先锋是想过来接的 但是没事也已经被run完了 1DG这把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可以慢慢带了 而且下一波是阿乐这边有TP BewBew没有TP了 现在看一下谁来跟这个剑击带 感觉只能BewBew来扛 再看一下这波 哇这波真的是十面埋伏的一波 这波杰杰前面用自己的大招抵了两个控制之后 而W的所有的技能全关给了后面的Leave 而Leave也真的是大难不死 就那么一点点出头的血量最终还是逃了 哇而且刚刚这个先锋还把2塔给顶了一下 这个先锋很赚对1DG来说 是的 现在三路外塔都没有了的情况下 W的视野也不是特别好往外放了 只能靠这个种子探探视野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把 Mako还是整了个泳霜啊 想要再加强到自己的控制 这个位置 抱上去 震回来 大招取消控制 炸走 杰杰这波操作没问题 现在W确实很着急想要开战啊 想找架打 毕竟拖下去确实单单线这条路 剑技有破剑子之后 其实剑魔塔都很难熟 对有点刮不了 而且现在 贪酒已经在身上了 现在慢慢叠起贪酒来之后 这个剑技已经 是属于剑魔看不得的角色 Nako打一套 现在对W来说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不能逼这个大龙让这个剑技来正面 对他们打动太慢了 太慢了 只能等下了小龙 看你过不过不过来接 对 一滴机是有选择空间的 哇他下路剑魔真的做大牢啊 刚刚守了一波塔接半血没了 感觉很小心 现在剑技甚至有月塔单杀的机会 阿乐的大招还捏在手里 随时可以放 但这个这一波换血利用星石换的还可以 怎么稳一手吧 主要后面没视野 不知道有没有人来 对 这把时间是站在一滴机这边的 然后拿币接下来资源得逼一下了 那看一分半后这条龙咯 主要剑魔现在得在打团这边 拿点资源 现在一打一肯定是打不了了 对 主要一滴机有一条小龙啊 其实这条小龙不行可以放给你的 拿币现在是想要看到你来跟我接 打赢了就还有机会 则利两件套摸出来了 这段时间 W真的很想打架呀 诶 这个位置大树挺靠前的很危险 赶紧放一个大招 让自己逃跑 确实是吓了一跳 因为这个位置 其实W没有他的视野 不是 EDG没有他的视野 如果EDG有他的视野 可能杰杰就直接续个拳过来直接打他了 是的 那这波大树没有大招的情况 看一下小龙刷新的时候能不能赚好 嗯 大树大招转的还是蛮快的 转不好的话可能 这个小龙也不好接 哦 哎呦 我知道你大树没有大招直接压中 哇 中二塔直接被点掉了 弹雪二塔直接被运营掉了 而且上路阿乐有想法 哦 想动香克斯吗 这个位置有杀星了 上来直接交接了 香克斯很方便直接交接 那确实打断不了的 没有打断技能 小龙这波W感觉必须得挤出去啊 感觉有点难接 现在视野太差了 一点视野都没有 冰线也很差 可是不接对于W来说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最主要还是大树没大 因为大树没大 他打团作用太小了 你看现在大树大招还有三分之一 那还是只能放了 就他一级的大招实在是转太慢了 是的 现在W只能去上半区转一转 看有没有机会了 但阿乐很懂啊 推完线直接吃野去了 阿乐 阿乐水银鞋加有闪线加十四级 真的很难抓他 这边海王帝又被打了一套 还被大龙吐两口 吐三口 快回家吧 要死了 人快走了 对 刚刚应该是拉克斯的一 蹭到大龙了 三千的经济差 两条龙在EDG手上 现在确实是只要EDG 保持这个步骤去慢慢运营 这把比赛对于WE来说会很简单 对 主要现在W边线跟中线都推不出去 视野压力太大了 也就是这把是个大树 还能稍微往外挤挤 对 换个其他打野 感觉就恐怖游戏了 就出去可能就要被赢 可能就要死 对 然后大树现在还肩负着开团 找机会的一个重弹 现在其实真的横的弹子很大 很大很重 现在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波EDG的失误 在WE方面 EDG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跟你打 让剑技先把线带到塔下 看到你剑魔 然后再出去做视野 感觉剑技 带着带着 待会要把剑魔也给带掉了呀 呃 40层了 这英雄就是这样 40层的残扭 现在剑魔真的很难玩 现在装备可能还不够 可能下一剑更新完就可以塔下单杀 就破剑者的话是可以有机会跃塔的 对 就如果阿勒想要打团可能会补个死我 啊 但是看到蓝色方好像想来抓捕阿勒 想偷红嘛阿勒 但是偷红的话想太多了 现在野区保护我 上单打红俱慢 就 就整一整你 野区阿勒想吃就吃 发育很快 诗亚虫确实都是阿勒的 EDG拼了一下大龙 排个视野吧 说说视野吧 打的话还是太危险了 对 毕竟看到你人都在吃红buff了 如果你打大龙的话 其实那个 站位大数就很好打 是 EDG基本上没有必要挤 啊 W是想要看到你挤的 挤挤 眼上回程 W这一波会 会有所想法吗 但是打野直接被打残了 哎呦 这拉克斯加女警 超远距离的poke 没办法 哎来了 自破 破完之后 小沙够呛 不够 现在装备还不够 对 但这种 换大招已经让剑某很难受了 因为阿勒这边是有吸血的嘛 对 我吸一波小兵满血了 你只能回家 现在打B单在线出不去 很尴尬 感觉得想办法 只能等哲力三件套直接B楼 好像没有什么太好解法了 只能正面打起来 哎 这波捷捷往前走 是有机会的 这波W一推晕 面牙 Q被打断了 这波再念一个Q出来 打招 一丝闪现 大招 太肉了 打不死 对 露露跟星达两个人杀不够 而且她这把却相对更有钱点 这符文避雷也在身上 那这波机会也没抓住的话 感觉W还是很难打 这波把打野一杀 然后逼一下大龙 说不定是一波节奏 就破局了 对 但是没没杀掉 但打了一个闪吧 也是有所收获 可是剑技这边16级了 就现在W也感觉急不得 必须急但感觉又急不得 只能等下哲力装备 姐姐有大招 但是没有距离锁 老树这边双面具了 W这把真的好在有一个大树 真的是 放儿子摊视野 能做一下视野 不然这个视野太难受了 征求高大树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前面的地图给点亮 这小地图可以看到EDG的视野 阿乐还是想打团的呀 对阿乐想做15打团 对 做15感觉也没问题 嗯 做15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chata能力 单做15也能单挑 诶 这边后面传了一个位 想杀剑魔 哦 直接挂大招 这边杰杰过来要锁了 直接锁招 后面有相似的一个援户 远出来支援过来 一个终极闪光 而且正面还没反到了 Bubub这边 只能无奈硬身倒下 人头受Mako收下 那这样 但是EDG全员都在下半部 想要动大龙也动不了 但是对于接下来这条龙阿 可能W也很难办 不过有T在 W那边想蹲人 有没有蹲到 好像 没有蹲到 Mako很有经验 不会过去的 而且这个中路塔也不好拆 Fofo来了 感觉W这波要被开团 剑技还有TP Fofo怎么开 W很危险 没着急第一时间去动 想留谁 主要是杰杰这边也没大招 现在把人往上赶 还可以追 给一个黄蜂再往前 打出闪现 反手给了一个自然之握 稍微的隔绝了一下 在正面Fofo上来 直接打了艾翁地利一个双招 香格斯也是直接交替来到正面 但这样的话 W这边把自己的底牌都交得七七八八了 而右边的话 其实还有四个散线在手上 好稳啊 不追了 知道你剑魔复活有TP的 这波Fofo是真的稳 我感觉刚刚她的位置 我都以为她要散线推两个了 是的 直接捏住 她有精神的对吧 推了自己很安全 因为她散上去推的话 别人可能会散线躲 她就是只做五本生意 就是我什么都不亏 但是你必得交东西 我就白赚你散线 但在他们这种角度来说 确实可以不急啊 听牌龙了一滴剑 感觉运营起来了一滴剑 老牌运营 还是那位 是的 哪怕运营这样 W真的很难受 哪怕这种拖到后面 感觉只能看双C打团 但团打不打起来又是一个问题 是 真的是哪怕阿乐来了一滴剑的 这个打法风格 还是一如既往 感觉要等吧 就是还是像腿哥说的那波 后部三件套那波 就得开起来了 因为你再往后拖也是越来越难打 但是如果是要开起来的话 那一波搞不好 W也只能去逼大龙去打 对 逼下大龙 或者就只能等龙魂 没有别的选择了 还是得打团 嗯 可是另一边阿乐这边死务已经做好了 主要W现在再不着急的话 一滴剑灾火龙魂都有了 龙魂打了你就真没法玩了 右边这长手之后拿龙魂 拿电龙魂感真玩不了W也 又是新一轮的视野争夺战 又是新一轮的视野争夺战 W这边视野一直出不去啊 做一个被排一个 哼 大龙区全是一滴剧的眼 真的两边其实真的就是在视野攻防上已经持续了接近快十分钟 多普的三件套好了 但是下路对W来说阿乐的位置是一个未知数 阿乐把红又偷了 偷掉了没 好像马上偷掉了 拦不住啊 确实拦不住 来了 上来直接上嘴脸戳你 这石头人直接强势宣誓主权 就现在W还得分人管这个剑击就很难受 上来去视野也要抢不了 感觉管不得 你只能正面BTP 让他踢过来 你去抓他的话感觉两个人已经打不过他了 对 但其实正面W4v4也没什么优势 诶 但这个位置好像可以拿中一塔 诶 有说法这波时机 卡了波女警回家补无尽的才名 直接你 像中一塔有了 姐姐也不敢锁这个位置 W人更多一些 啊 终于是有所收获了 中一塔拿下 他下路方面好像又是大招换大招 这边的话BB把线一清 阿乐扛着他就往外走 BB也不敢动他 因为Q3全部都用完了 这 现在单代是真的难受 甚至EDG好像想要逼大龙 EDG想动手 但是女警不在 还是没有动 因为有儿子主要是 这个儿子确实没办法 而且得抢中线 哎呀 Leave这边三剑半啊 还是打不起来啊 对W来说难受 主要是视野扑不出去 现在W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两分半刷小龙 得快点 北战这两分半打起来是最好的 虽然我们这样说了一局 但是这把比赛三十分钟七个人头 主要是EDG 比较稳 主要是EDG运营得太好了 是的 真没给机会 但这边来了 这边自然之物我叫华强过来 想要强行的开战 这边捆到了一个没闪的 结结的闪也就赚好了 但是后面的推跟上了之后 也没有打出任何的招牌技能 开得很勉强 W 那大树没有大招 这波又得等 W一定得等这个大树大招 那 只有他一个开团 那这对于下路 这个下面的两个人来说 那就消息截然不同了 只能说BewBew再扛一会吧 哇 这个塔 卡扛不住了呀 我家一千血 玩不了玩不了 这塔扛不住了 是的 退手高低 这真玩不了 太难受了 我觉得这把BewBew已经够尽力了 他守这个二塔真的守了特别久 是的 他尽力了 而且他第二件出的还是黑切 他其实也是奔着打团去的 巴布的正面赶紧开起来 那正面真开不起来 你自己就打的 就不给你机会 你来开我我就走 走啊也懂 就左边开团就一个大树 你大树大招一开我就往后拉 小龙还有一分半 这个小龙 W 不得不接了 W一定得接 EDG是可以选择放的 可以去大龙逼 W比较被动现在 如果EDG要来打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W最大的机会了 这波团战 但EDG现在装备很好 这波打起来EDG感觉也不虚 但这波如果能打成5v5的话 W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个画面的 是的 就W现在是没有办法 只能想打团 就哪怕胜算没对面高 但也是已经是胜算最大的一波机会了 中路的兵线 EDG顶了出去 想动Mako Mako治疗加速先开起来 电魔绕后了 有机会就来了 先杀Mako Mako倒了 后不拿下这个人头 这个处辅助倒地的话 那对于接下来这条龙有说法了 但对EDG来说 其实这条小龙可以给 问题是这个大龙 看一下W要不要动 剑技代代上路二塔了 这高地感觉都要上了 EDG 直接动了 忍不了了 大龙直接打 杀一个辅助 也必须得逼大龙了 但是旁边香格斯已经被打掉了半血 而且这边还打了一个爆头出来 只能教精神了 香格斯要保证自己的一个血量 可是正面的话 剑技已经在加高低塔了 哇 这样的话 看一下正面的一个龙的一个血量 龙这边在三千左右 主要是里面没视野 姐姐上来看 看了一下之后 直接开了一个大刀进去 一千五一千三左右的血量 最终的话大龙是用蓝色方向给拿了下来 但正面的话 老树跟剑魔全被女精给点掉了 同样的后波也被封给推了回来 三杀的内方 而且正面的话 阿勒还在推梅亚塔 这波搞不好 搞被一滴机一波了呀 拉克斯从家里出来 支援到了 能不能回去 小克斯回程 超级回程回去了 而且阿勒没蓝了 哇 没办法 这W只能这么处理了 对 还好回去了一个 这波决策是没有问题 但确实被一滴机运营到现在比较难打了 提啊 4-4的TP 没有问题 这么强势 双TP 保一个兵 金身躲一个推 阿勒想一波 时间爆破掉 一滴机打得好果断呀 我们恭喜一滴机 在33分钟啊 最终是在大龙团的一波 决定性的团战结束之后 用双TP 拿下了这局游戏 恭喜一滴机先下一程 确实是把运营感觉 有点教科书的感觉了 是的 而且也不得不说 是在WE在BB上面 可能留下了一个硬伤伏笔 被一滴机只死死的从头捏到尾 这没办法 就下巴巴